据说如果电梯突然高处坠落 只要在着地前跳起来就能逃过一劫 这样的方法真的有用吗 为此留言组租到了一家八层楼高的商务酒店 他们将在老板不知情的情况下利用电梯进行坠落测试 以此来验证留言中的方法是否可行 但打开门才发现电机里的铜丝被人当废品卖了 导致无法将电梯上升至楼顶 于是吉里将之前打造的电动装置搬了过来 将装置和电机转轴连接之后开始启动 1500磅的车厢就被成功拉到了92英尺的楼顶 亚当用安全绳将车厢固定 为保证电梯能顺利坠落 他们必须要破坏电梯上的安全系统 首先就是拆除这两个铁球 因为电梯在急速坠落的时候 铁球会向外张开从而启动刹车 除此之外还要解除连接车厢的平衡锤 因为它和电梯半载时的重量一样 能使电梯系统保持平衡 从而不会坠落井底 接下来亚当在钢缆上安装了快速释放装置 实验时只要拔掉上面的插销 电梯就能以自由落体坠落 而由于没人愿意尝试充当志愿者 本次实验将用假人来模拟测试 为了让假人能像真人一样起跳 他们对几米的跳跃进行了分析 得到最高起跳速度为每秒8英尺 然后用汽车弹簧打造了一个起跳装置 经过多次调试 只要将装置上的插销拔开 上面的假人就能以12.5英尺每秒的速度起跳 随后假人被礼貌地请上了电梯并安装在起跳装置上 他将跟随电梯从顶楼垂直坠落 亚当在电梯井的顶端与起跳装置之间绑上绳索 当电梯坠落至离地面6英尺时 绳索就会拔下起跳装置的插销 从而让假人在落地前一瞬间起跳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亚当拉下了释放装置上的插销 只见电梯瞬间从92英尺的顶楼砸向井顶 掀起的气爆足以让人窒息 而假人也在落地前成功起跳 如此大的撞击力下假人又能否奇迹生还呢 当亚当打算暴起假人的时候发现 他已经碎成了零件 随后通过计算得出 电梯撞击地面的时速为53英里 虽然假人以两英里的时速起跳 但还是会以致命的51英里的时速撞击地面 显然人的起跳速度并不能缓冲落地时的冲击力 所以当遇到电梯坠落时 并不能用这种方法保密 而电梯专家给出的建议是 据说如果往油桶内倒入15升甲醇 点燃后就能像火箭一样发射出去 并且网上也有类似的视频 可这样的做法真的能让铁桶变成喷气式火箭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刘烟祖首先决定做个小型实验 于是格兰将塑料水桶绑在了滑板车上 然后朝着桶内喷入了甲醇气体 并且还通过摇晃使其与空气混合 当他拿着火箱靠近瓶口时 里面的气体瞬间爆燃从瓶口喷出 从而形成了推力使瓶子向前移动 显然流言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 而为了让发射速度更快 流言组将水桶换成了200多升的油桶 然后他们来到了爆炸试验场开始测试 但由于没人愿意坐着铁桶上天 托瑞礼貌地将甲人绑在铁桶上 紧接着他们往桶内灌入了15升甲醇 并且凯莉用优雅的姿势摇晃 混合了燃料与空气 而格兰则把点火棒固定在遥控车上 等所有准备做好之后 他们躲在安全屋进行了远程点火 可点火棒在洞口来回磨蹭也没能将其点燃 为了增加实验的成功率 托瑞直接将点火棒插入了桶内 但尽管这次成功点燃了混合气体 但铁桶却只向前移动了一丁丁距离 凯莉认为可能是甲醇与空气的混合比例不对 于是他们重新用缩小的模型进行测试 当甲醇的含量为7%和3.50% 模型车移动的距离都为40厘米 而当含量减少至10% 小车的移动距离却达到了60厘米 为了增加甲醇的燃烧效率 托瑞改变了燃料的供给方式 他将甲醇直接装入自动喷枪中 这样喷出的混合气体更容易被点压 同时格兰用锥形喷嘴代替了原来的瓶口 这样便能加速气体的喷出 从而能产生更多推力 而通过测试改进后的小车前进距离达到了4.5米 那如果重复循环这个过程 是不是就能像火箭一样不断向前行驶了吗 接下来他们再次改进了火箭车的制作方案 下面他们决定打造一个脉冲式喷气火箭车 当桶内的甲醇气体被点燃时就会向后喷出 从而形成向前的推力 同时喷枪会在氧气罐的压力下 以脉冲的方式喷出混合气体 这样就能循环点火产生持续的推力 而凯莉为了减少火箭车与地面的摩擦力 她将邻居家的自行车轮胎焊接在了车架上 等他们将油桶安装好之后 一个造型奇特的火箭车就完成了 之后他们转移到海军基地开始实验 然后往铁桶内加入了15升甲醇 当托瑞在防爆门后按下点火按钮时 火箭车虽然不断向前行驶 但移动的速度却让人大跌眼镜 格兰认为是喷嘴的尺寸太大 导致气流速度冲击力不够 从而浪费了大部分能量 于是他们重新制作了小尺寸的喷嘴 可等他们重新进行点火时 火箭车的速度却依然没有多大变化 难道流言就这样站不住脚了吗 为了让火箭车快速向前行驶 最终他们找来了研究喷气式发动机的专家 而在专家的指挥下 他们重新对火箭车进行了改装 并且在铁桶前安装了单向黄片阀 以避免爆炸的气流从车头溢出 从而提高了火箭车的热效率 同时专家还将脉冲频率 从每分钟5次提高到了80次 这样就能产生更大的推力 为了避免实验时速度太快飞出天际 他们在测试的线路上安装了钢岸 实验时火箭车会沿着钢岸前进 并且还在跑道的镜头放置水泥路障 而一旦火箭车出现了失控现象 他们就能通过加装的熄火装置实现紧急停车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波瑞拉动了火箭车的释放绳索 这时油桶发出了超跑级别的声浪 并使车子以8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冲了出去 如果哪个粉丝驾驶他去炸街 那他一定是整条街最亮的仔 据说爆炸掀起的大波浪能用来冲浪 并且网上有人用3公斤炸药制造出了巨大浪花 可这样的大波浪真能让人愉快地玩爽吗 留言组为了验证这样的做法是否真的可惜 他们决定首先做个小型测试 托瑞用木板打造了一个大型泳池并加满了水 但由于这里无法使用炸药 所以他们计划用干冰炮弹来模拟爆炸的效果 于是他贡献出自己循环利用过的可乐叶湖 往里面装满大半瓶水后放入了一些干冰 紧接着拧紧了瓶盖 里面的干冰浴水立即释放出了大量二氧化碳 当气压达到一定程度时瓶子就会发生爆炸 可这样的爆炸又能否在水时掀起浪花呢 首次测试他们将瓶子丢进了池底 但随着爆炸声的响起 水面并没有激起太大的波纹 因为爆炸的能量都被上方的水吸收了 接下来他们又在靠近水面和中等深度进行了测试 而太靠近水面会造成能量丢失 所以在中等深度爆炸能掀起较大幅度的波浪 为了能在之后的爆炸实验中破浪前进 三人以工作需要为借口来到了冲浪基地 并使用公费开始了肆无忌惮的玩耍 可当他们享受完愉快的假期之后 专家却告诉他们 在水中引爆炸药比在空气中要危险得多 因为人体和水的密度基本相当 所以爆炸的震波会从水中传入人体 而这样就会导致人的肺部大出血 尽管当时不会有太大反应 但24小时之内必定会暴毙而亡 显然三人都不会愿意为科学献身 于是格兰制作了一个冲浪机器人 它能通过两个手臂模拟滑水的动作 可爆炸机器的浪花真的能让假人破浪前进吗 接下来他们将机器人搬到了湖边并进行滑水测试 而为了确认炸药的安放位置 三人登上了勘测的船只 在一期的扫描下他们发现 这里的湖床由南往北逐渐升高 而刚好这样的地形比较容易形成大波浪 在确定好爆炸位置之后 他们请来了爆破专家 并在专家的帮助下将23公斤天梯丢进了9米深的湖中 虽然爆炸引起了地面的剧烈震动 可达到岸边的水波却只有几厘米高 于是第二次测试他们将炸药放置在4米深的位置 尽管这次的波浪高度达到了30厘米 但依然不足以推动冲浪板前进 为了制造出超级大波浪 留言组决定全部缩哈 将剩余的91公斤天梯一次性丢进了湖中 那么这次掀起的浪花是否能够用来冲浪呢 等格兰操作机器人到达爆炸顶附近之后 三人再次引爆了炸药 这次爆炸成功激起了巨大的浪花 但等机器人追上去的时候 浪头已经从滑板下面涌了过去 并且浪花的能量在扩散的过程中不断衰减 所以用爆炸掀起的浪花来冲浪 这根本就是扯淡 况且人在这种情况下必定凶多吉少 本次实验非常危险 请大家千万不要尝试 据说如果汽车挂在悬崖上摇摇欲坠时 一只小鸟的重量就能导致失衡坠压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下面留言组向好朋友借来了家常版豪车 并决定在朋友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坠压测试 这次他们计划用灰井鹿宝压在汽车的引擎盖上 而它是世界上已知能飞行的最大鸟类 但为了假装保护冰尾物种 霍瑞用沙袋制作了一个大鸟模型 并且体重与灰井鹿宝相当 同时格兰也打造了一个火机吊架 它可以准确控制40只火机 依次落在引擎盖上 这样就能在大鸟重量不够的情况下增加压力 之后它们来到了悬崖边上 而悬崖的高度达到了100多米 但由于找不到合适的志愿者 它们只能将假人老兄塞进了豪车里 然后利用悄悄板的原理找出了汽车的平衡点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它们在吊车的帮助下将豪车放置在悬崖的边缘上 并且调整到坠崖的临界状态 可重达18公斤的大鸟 真能让豪车失去平衡吗 然而当它们将模型释放在引擎盖上后 汽车并没有任何反应 显然这个重量还不足以打破汽车的平衡 于是格兰使出了自己的终极武器 随着绳索的不断释放 火机如同下饺子一样一次落下 当增加的重量达到227公斤时 车子才开始出现了倾斜 最终在第26只火机落下后 豪车终于坠落了悬崖 而此时加载车头的总重量达到了318公斤 所以仅凭一只鸟的重量是无法让汽车失衡坠崖的 除非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本次实验经费有点大 建议大家用朋友的豪车进行尝试